在P-ROM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可以实现多次编程 由此就出现了可擦除的可编程ROM 又叫做E-P-ROM E-P-ROM还是这句话 总体结构与眼膜ROM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个存储单元的实现 那么刚才的存储单元 已经从固定的半导体器件变成了融丝 再往下会用什么样的器件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用紫外线擦除的P-ROM 又叫U-V-E-P-ROM U-V-E-P-ROM是最早的可擦除的可编程ROM 那么它的特点是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以进行反复的编程 但是当你编程完毕 需要再次编程的时候 你需要在紫外线上擦除 在紫外线下擦除 需要有一个擦除器 那么这是一个擦除器 那这个器件如果想要被擦除 这类器件有一个特点 在芯片封装的顶部都留有实音窗口 也就是让紫外线可以照射进去进行擦除 那什么样的存储单元结构 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擦除方式 和多次擦除的可能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叠伸注入摩斯管 叠伸注入型的摩斯管 叠伸注入摩斯管 与我们前面讲过的摩斯管 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的结构上面增加了扶植山 扶植山指的是GF 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当中的GF 它处在了我们原有的控制山 和衬底中间 而且是被二氧化硅 绝缘层所包裹 那么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扶植山 我们来看这么一件事 如果我在扶植山上 充以复电荷 它对我们控制山 想形成钩道 就会起到阻碍 如图所示 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N钩道增强型的摩斯管 那么本来在控制山上 加上一个正电场 在正常的逻辑高电瓶下 就可以形成钩道 那D和S两口井就可以导通了 如果在扶植山上 充了复电荷 那这复电荷形成的电场 会抵消你正常的高电瓶的逻辑电场 那这样一来呢 如果充了电荷 即便是在高电瓶下 它也不导通 那如果GF上没有充电荷呢 那在这个控制山 GC上面 如果有正常 逻辑的高电瓶 那么它还是会形成钩道 D和S之间导通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可以通过扶植山上 是否有复电荷 来决定 我这个摩斯管 到底是不是能够 在正常的控制电压下 导通了 对于我们来讲 它在具体构成 存储单元的时候 如图所示 它要加一个T2选通管 T2选通管 连通的是 自线和卫线之间 以及和这个 我们这个Floatox之间 作为一个选通 那GC上呢 始终是加了一个 三伏的正常的电压 如果加这个电压 其实现在这个Floatox 仅仅作为一个 是否连通 来确定 Wi和Bj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我的GF上 充电荷 那么GC 即便是给三伏 这个管子也是截止的 那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呢 这个管子 会在三伏的控制电压下导通 由此来区分 它所存的是零还是一 那充电的方式 与前面讲过的 UV EPROM类似 仍然采用的是 击穿 然后呢 在击穿 有大量载流子 高速流动的情况下 采用外加的垂直电厂 把负电荷吸引到 福之山上去 那放电呢 它没有采用前面说的照射了 在放电的时候 它采用的是 GC接0 在它两端 在WI和BJ上面 加正脉冲 而且加的这个正脉冲的电压 都比较高 都高于我们正常工作电压 都达到了20伏 加高电压的原因 是希望在它的那个隧道区 形成一个大的厂墙 而形成隧道效应 让电荷能够卸放 这是我们看到的 早期的一方 P-ROM 那我们看这个早期一方 P-ROM的时候 大家已经发现 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单元构成的时候 它要多一个管子 多的这个管子 就是T2 比方说现在经常说 用到的 Flash Memory 它是为了提高集成度 要省去那个T2管 采用了叠山的摩斯管 叠山摩斯管 类似于我们前面的UVEP-ROM 由于它尺寸 集成度的提高 尺寸做的管子的尺寸 足够小 使得这个尺寸下的管子 即便是在福之山 它没有故意去做 那个隧道的情况下 也能够尺寸小到 接近于我需要的 隧道效应的尺寸 那这样 整个的这个GF 和衬底之间 它的二氧化硅很薄 已经到了纳米级 那么GF和S区呢 有一个很小的重叠 让它来形成隧道 在这样的一个改造情况下 省去T2管 那直接就把它自线的控制线 放在了这个 叠山摩斯管的GC上 那同样叠山上 是否有电荷 就决定了 自线和卫线之间的 连接关系 Flash Memory 它的工作原理 在注入电荷的时候 仍然采用的是 雪崩击穿的方式 那么在擦除的时候 采用的是隧道效应 与前面讲过的 基本原理类似 那通过前面 我们了解了 眼膜ROM 可编程ROM EPROM 一方PROM 我们知道了 ROM 其实它的基本结构 都是由地址一码 加上数据存储矩阵 然后加上 共用的输出缓冲来构成 那我们如果把它 高度的模型化一下 可以用这样的图 来表达ROM的存储 它说 在地址一码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与阵列 而这个与阵列 所实现的是 关于输入的地址变量的 所有的最小项 而最小 每一个最小项 都是一个与项 因此 大家看到 这个与阵列 它是这样来表达的 它说 与阵列的输出 的线 是关于 与阵列 输入变量 二等次方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下 每一个输出 到底取哪一个变量 我们用打点来表达 交叉点上 打点来表达 那么这是与阵列 那存储矩阵呢 仍然用矩阵打点来表达 那么打点处 表达的是 有器件 没有打点的 表示没有器件 而前面我们知道了 有无器件 对应的就是 存储的是01 那这样 获正列当中 这个点的表达 就是一些01的表达了 所以我们可以 把前边的 任何一种实现 最后它的数据 存储的表达 都用这样的图 抽象出来 如果有了这样的图 我们也能看到 所有的ROM的输出 是关于地址变量输入的 最小项相互的关系